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倒数 三 二 一 启动 让我们以微薄之力 让地球更蓝 让世界更美 好 谢谢各位嘉宾 请我们的摄影师 相信我们的摄影师已经记下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我们请四位明星留步 so I ask all the stars to stay on the stage 有请曹总和索尔汉姆先生 下台下就坐 好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 同时也更加吸引大家的关注 我们一会儿呢 有一个很小的 哇 你好高啊 刚发现 没关系 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访谈的环节 不过现在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微博副总裁 曹曾辉先生 以及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区域主任 德成 Tsarin 女士上台 来为我们台上的明星嘉宾们颁发 中国地球卫视青年奖倡导者正书 有请二位 好 让我们一起喝 合影留念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向他们表示祝贺 也期待他们在环保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 好 我们请二位颁发证书的嘉宾台下落座 然后请我们四位明星继续留在台上 我们也希望能够听一听 你们在环保领域做出的一些这个事情 然后获得的一些心得吧 我们等他们颁沙发好 然后我们坐下来简单的聊几句 好 小凯 王静凯 刚才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个任命仪式 你被授予联合国环境署的这个亲善大使 而且我们知道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明星 你自己也发起了一个叫 幻蓝梦想基金 在这个网络上的公益倡议也是经常得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转推 那么在支持为生命呐喊以及零污染地球这样的公益的议题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最大的感触 对 之前参与加加过这样一个活动叫做为生命呐喊 其实这样一个供应的活动让我感受到地球的美 或者我们家园的一种家园的一种美 或者说现在我们中国和谐的一种珍贵 我觉得是让我感受到蛮多的 然后零污染地球行动呢 其实让我感受到环境就是环境保护真的不是说说就这样完了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意识 就像刚才学长老师说的 每一件其实环境保护对我们来讲并不是特别高大的理念 只是我们身边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有非常多热心与环境保护的人 可能大家只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大家致力于环境保护从自己身边小事做起 不仅仅是为地球为人类做出一个环境保护 也是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品质的保证 我觉得像参与这两个活动对我的感受就是真的是环境保护 真的就是从自己身边小事 导致我现在可能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会想一想 家里的灯到底关没有 或者家里的一些需要关的东西是否已经关闭了 这样一些小事 我觉得环境保护就真的是积少成多的一个体现 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还有机会听到你更多的感受的分享好吗 先放在这吧 对 你是场上最年轻的嘉宾 然后呢 但是你已经有了不少环保方面的经验 然后你也刚刚被授予联合国环境署 这个亲善大使对这样的一个头衔 那么作为本次中国地球卫视青年奖的倡导者 你对未来要参加这个奖项评选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然后你认为怎样才能让中国地球卫视奖吸引更多的青年人的关注来调动他们环保的积极性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首先非常感谢联合国环境署 虽然此前呢 其实已经有幸跟联合国环境署有合作过两年 但我其实还算是一个新人 未来呢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 地球卫视青年奖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 涉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野生动植物及保护区低碳出行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等等很多内容 在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优秀的环境保护青年 希望在地球卫视的影响下能看到不少优秀中国青年的身影 在此呢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和参与到中国地球卫视青年奖 我呢也会在地球青年卫视讲等着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为地球保护环境保护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与力量 谢谢 好 感谢金凯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咱们